你會不會洗菜又洗錯了? 行路又行錯? BBQ Halo又做錯? 大家都不想整天出錯 每天要認錯, 就要坐定看 生活100錯 好, 怎樣? 我接下來約了一群朋友去吃飯 十至二十個人, 吃什麼好? 放題就最好了, 任叫不生氣 放題?但是為什麼不方便? 這樣嗎?去偏僅一點, 去野餐 野餐, 今天我一個人要煮二十份量 不用… 你這個人挺煩的 是 不如這樣吧, 燒烤場一起燒烤 而且可以容納很多人 而且有人幫你燒 好像有機會… 好, 年輕人 給你們機會一大群人一起燒吃, 好嗎? 好… 燒烤, 我喜歡吃 這次這個交叉現場就是這個燒烤場 我已經事先秘密佈置了四個錯處 你們看看, 現在爐已經答好了 雞翅、雞扒、牛扒、豬扒 各就各位, 真是等不及了 開始 加油, 美琪 看見東西都肚子餓了 真的 看火啊 這個啊… 好, 這個肯定吧 好 我放了交叉在山的肉 就這樣放在這裡 細菌很容易會進去肉 用冰箱或者用東西遮蓋會比較好 大哥, 你不會放它半天才燒烤 所以你這個交叉的位置是錯的 麻煩拿走, 拿走, 對 Lucy, 開始 火起得很漂亮 對… 這個 小時候人們說竹門對竹門 木門對木門 是 你充滿丸子, 就充滿丸子 Lucy, 現在上台了什麼… 竹門對竹門, 木門對木門 這個不是錯, 請你先出來 接著到你了 Dixon, 靠你了 我本來想把交叉放進去 但那裡有火箱就不放進去 你放在椅子上, 哪個位置錯? Dixon, 你看, 有些人很不負責任 吃完把雞尾骨咬的東西 全部放進去, 你看 對 吃得了…Dixon 骨, 我不會吃, 我吃肉骨 你選這個位置, 是對的 因為有些人以為吃完雞翼骨 金沙骨, 放進去螺子裡 可以再燃 其實不能再燃, 不僅僅 還有機會整熄了火 而且這些雞翼骨燒完之後 會有白煙飄出來 是 你在上面再燒食物 這些糞煙的味道 就會影響上食物的味道 所以你這個錯, 是對的, Dixon Dixon, 終於演出好戲了 美琪, 到你了, 加油 很難 還有三個作主, 好 開始, 對, 美琪在這裡 美琪, 時間不多了 漫步人生路, 對 是照片, 能不能拍照照片? 這樣還不是錯? 因為我們喜歡吃 這個就是你的錯, 不錯 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 在那邊, 爐上 這裡先吧, 碳放的位置很差 對了, 美琪, 你過來告訴你 其實他選擇的碳, 錯的確是對的 因為那位置為什麼有出錯呢? 會燒的話, 當然等炭大約燒了十分鐘 才開始燒食物 因為黑炭燒出來, 那些是虛火 要燒到炭有一點點白色 這樣才夠火候 火候夠, 才可以鎖住食物的肉汁 這個真是大優惠 當你適合, 剩下最後的五十秒時間 這個, 我覺得他擦雞翅的方法錯了 我覺得擦法應該是… 橫, 兩隻擦 其實這個解釋也適合八成 打直這樣刺雞翅是錯的 因為很容易會轉來轉, 滾來滾去 打橫這樣刺是對的 最多可以刺三隻雞翅那麼多 原來三隻, 原來是 對, 節省時間了 肉刀那邊向自己刺下去 雞翅就會刺得很緊 Dixon 好 剩下最後一個交叉 對了, 吃粥吃飯就靠你了 最後一個錯了嗎? 對, 好, 開始 進去吧 又有努力 不要再刺傷 又有努力 這條魚很有可疑 我覺得 對, 我覺得這條魚很有可疑 對, 我覺得這條魚很有可疑 因為煮這條秋刀魚的煮法 就是放一條檸檬在這裡 通常都是… 檸檬不是一條條, 一片片 對, 很少一條條 通常都是燒完之後, 放一些檸檬汁 而且檸檬的酸性會打破石子 是 Dixon, 選對了 就是魚的石子和檸檬有錯 因為石子含有什麼呢? 含有金屬女和氧化女 而檸檬是帶有檸檬酸的 當它們在加熱的高溫情況下 會產生什麼? 化學反應 化學作用, 會產生鋁鹽 對, 鋁鹽 鋁鹽 有報告顯示 如果人吸收過多的鋁 可能會引致腦退化症 所以大家記住, 包石子燒東西吃的時候 千萬不要放檸檬 或者番茄酸性的物品進去 這次的成績, 交叉現場很棒 我們四個交叉都找到了 太好了… 時間只有2分47秒 好… 寶貝, 今天是我們雙式101日的紀念日 我特地訂了這裡 替你下午茶的… 你真的很甜蜜 乾杯 乾杯 很甜蜜 兩位要的愛心雞腿 祝你們比翼雙飛 我替你加上豉油 謝謝 好的 我的衣服很貴, 三千元的 不好意思, 先生, 我用紙巾幫你 你這麼笨, 嫁到我寶寶的衣服 又有紅酒漬又有醬油漬 對不起, 兩位 先生, 你脫出來我替你漂白去 我用整支漂白水一定是白的 你千萬不要亂來, 你這樣就錯了 寶貝, 沒想到這麼危險的關頭 你還要緊張我, 你怕我被人欺負嗎 當然不是, 你經常被人欺負 我說他錯, 是因為他胡亂用漂白水 但是漂白水應該用來漂白, 錯在… 錯就錯在, 不可以用太多了 你剛才說要用整支 因為有時用濃度太高的漂白水洗衣服 是有機會令衣服越洗越黃 又或者沒看清楚衣服的標籤說明 就直接拿一件不可以漂白的衣服去漂白 那就可能會傷了衣服 那怎麼辦呢?現在可以怎麼做? 不同的污漬是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的 那我告訴你 如果衣服有醬油漬 其實可以嘗試用砂糖來清除 因為醬油漬是蛋白質 而砂糖就比較容易溶解蛋白質 首先, 先灑上砂糖 然後再放進清水浸大約一分鐘 浸完再搓一下它 你看, 醬油漬這樣就沒有了 原來砂糖是可以去除污漬的嗎? 寶寶, 你怎麼聰明? 不是你猜的 我想問一下, 紅酒漬應該怎樣呢? 問得正好, 我實在太喜歡喝紅酒 而且不明白為什麼人們 很喜歡把紅酒倒在我身上 所以一定要靠它 紅酒漬比較難清洗 最好是倒了紅酒兩分鐘內嘗試灑鹽 因為當紅酒味完全徹底滲入布料的時候 鹽精可以比較輕易地吸收紅酒 灑鹽之後大約等一個小時 再浸在凍水裡搓 紅酒漬就會淡很多 原來鹽和糖都可以去除污漬 對了, 我平時幫人下禮拜 會不小心用原子筆畫自己 那又應該怎樣清洗呢? 用它們就可以了 想輕鬆弄走原子筆跡 可以用高濃度的酒精 拆一拆筆跡的部分 再放在清水裡搓, 筆跡就會不見了 因為酒精是有機的溶劑 可以用溶解的方法 將油物分子去除 真的很有用 對了, 先生說了這麼久 不如你還是脫衣服出來 我幫你洗乾淨 不用…不要洗, 洗乾淨 慢著 又有個唇膏印在這裡 你今早去哪裡? 不是, 這樣不小心 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不會, 你不會做 你偷吃又聰明一點 等我過你兩招, 不會輕鬆 如果衣服不小心碰到唇膏印 可以用油油來清洗 因為唇膏質比較多油溶性物質 如果先用油油將唇膏溶出來 再用清水洗一洗, 這樣就容易清潔 另外, 可以用油汽水清洗唇膏質 因為它含有碳酸, 比較容易溶解唇膏 小姐, 你別再胡說話了 我沒有小三, 別冤枉我 你呀, 令我太失望了 看錯了, 你放手 不…我走了, 我先走了 先付錢 同學, 你們今天很準時 明明師傅, 我們今天畫什麼? 今天你們將會畫一份很完美的藝術品 看見嗎? 你的意思是我們畫一棵菜嗎? 這麼簡單? 沒錯, 今天的主題不簡單 叫做清純的美味 好, 果然高難度 阿大怎麼可以畫這份清純的美味? 給一些創作者出來, 想想想 多一個步驟就行了, 多做一件事 是不是就是洗到它變得清純? 這位同學, 你真的很有慰根 在畫它之前, 要洗到它乾乾淨淨 不僅一塵不鹽, 最重要是可以洗走農藥 陸明明師傅, 如果真的要洗的話 可不可以加點梳打粉? 如果要加, 不如加鹽吧 到底加什麼可以幫助洗走菜上面的農藥呢? 他們兩個之中誰有錯呢? 不猜不知錯, 下次回來你就知錯 不猜不知錯, 到底加什麼可以幫助洗走農藥呢? 他們兩個誰是錯呢? 我覺得加鹽就可以了, 還可以殺菌 我覺得加梳打粉 因為梳打粉用來家居除臭都可以 洗菜一定可以 聽完她說之後, 看看你們兩個 誰要認錯 用梳打粉去清除 梳菜表面的農藥是錯的 在梳菜表面的農藥 用兩種主要的方法去處理它 第一個就是搓, 第二個就是浸 這個梳打粉融在水之後 它是微鹼性的 所有的農藥不是全部都是酸性的 有些是鹼性的, 可能效果沒那麼好 如果你想再洗乾淨一點 我會選擇加鹽 比梳打粉更好 加鹽可以增加接觸表面面積 令到有效去除農藥 原來梳打粉是不對的 還會破壞菜本身的味道 那就不是清純丁美味了 為什麼…你們要這麼重手? 你看, 弄了我這棵藝術品… 全部都是塵的 我現在心情很低, 說不到了 下課了, 我冷靜一下 那…還用不著給學費? 她問我們錢而已 注意 我是你們的二態導師, Miss Lucy 今天將會來一個大改造 第一課就先學最簡單的走路 走路? Miss, 你不要開玩笑了 我未嫁娜已經懂得走 從小走到大了, 走路還要學? 就是了 你一聽我模特兒的身形 就知道我平時走路 都好像走Catwalk一樣 不是, 給我看看 停, 錯了? 你也錯了? 全部都錯了 你…外八字腳? 而你呢? 內八字腳? Dixon 你就過得挺腰 那還說沒錯? 為什麼? 其實你們這些走路的姿勢 都有不同的成因 就像你那樣, 內八字腳 可能平時你習慣跪座 你把身體的重量壓在我的腳上 而你呢? 可能你平時習慣趴在這裡睡 弄得有外八字腳 而你過度挺腰 你除了想表現你的胸肌之外 可能平時走路就走得累, 想借力 你就挺起腰 鎖住了你腰部的關節 你們這樣, 不僅沒有胰胎 而且還會越走越差 影響健康 內八字走路 我們俗語都會說入字腳 走路就會扭住根肩 所以長期這樣用 根肩很容易露損 會引起膝關節 甚至是腿骨關節提早退化 慢慢的腳有機會會變成X型腳 外八字走路, 俗稱就是八字腳 特別會影響了腳趾公 腳眼, 膝頭和大腿的根肩 腳趾公的位置 有機會會引起一個叫拇指外翻的問題 有些人走路會過度挺腰 這種姿勢會引起背部的肌肉過度收緊 太過收緊就會壓住腰椎裡面的空間 再嚴重一點, 可能壓住神經線 引致腳, 甚至膝頭 都會有痛症的出現 看你說完之後 我知道怎麼走, 不會錯 怎麼樣?是不是100分? 你還是0分 聽他說為什麼 有時候走路, 如果我們穿了不適合的鞋子 我們也會用多了腳尖先落地走 腳趾會很用力去固定鞋子 因為我們用筋子去拔緊鞋子 腳穿地的時候 這些筋就會受到我們整個人體重的力 這樣走就最容易傷到腳趾和腳底的筋 這樣走又不行… 這樣走又不行, 那怎麼走呢? 這個我可以教你 好嗎? 正確的走路姿勢 身體應該要保持垂直 首先, 身腳把腳踩先到地 然後全身而前, 令腳掌完全著地 然後另一隻腳就可以而前 腳尖同時推動, 就完成了一步 而步伏最好是大約一隻腳掌的長度 這樣的姿勢就是滿分了 你們三個應該學會了吧? 你們還快要練習一下 幫我走一百個圈才好下課 好… 爛呀… 終於到畢劫了 我讀了十多年大學 可以等你們一起畢劫 這件事真的很感動 真的要請小鳳姐 好, 熱烈地帶走, 熱烈地帶走 快點想想玩什麼 不如先拆牙 玩拆牙?是新遊戲, 教我們玩吧 開閉一點 我作為演藝界的明日之星 現在彭巴輸出的藝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吃完東西就會馬上衝去拆牙 你別妨礙我遲了一整天 你這樣真的錯了 還說自己明日之星 好, 師父也說你錯了 拜託你不要加鹽加醋 好, 我是說你吃完東西不可以馬上拆牙 為什麼? 對, 吃完東西馬上拆, 這麼乾淨 未來牙醫小姐為什麼會錯? 對, 因為吃完東西之後 你的口腔環境會變酸 這個時候就會軟化你牙齒的髮狼質 如果你馬上拆牙的話 就會有可能損害你已經軟化的髮狼質 如果你一定要拆牙的話 起碼等三十分鐘之後才拆 所以大家吃完飯之後吃的無糖香口膠 就是想刺激口水的分泌 去中和口腔的酸性是不是? 既然你不能去拆牙 不如又想想玩什麼吧 大一點 大懲罰, 老規矩 大明星的大懲罰就 請你拍廣告給我們看吧 廣告時間來, 準備, 3、2、1, 開始 想擁有雪白的牙齒 我誠意推介這支牙膏 絕對值得微信 停, 錯了, 演技有待進步, 錯了 什麼多了?我表情多了 對白多了還是什麼? 除了演技之外 就是牙膏擠得太多, 錯了 牙膏不是越多越好嗎? 刷得乾淨一點 這次我可以幫你回答 謝謝 擦牙主要是清潔牙齒 一般人來說 其實用一顆鈴那麼大的大大大大 大約5mm就夠了 你知道這麼大的大大就浪費了 哥哥, 我現在可以去擦牙嗎? 我要保持讓我的口減很清新 我現在在想我的銀目擦脈會是什麼 話說回來 為什麼你們那麼急著去擦牙呢? 我還沒玩今天的重頭戲 對…就是我們大抽獎 是呀 電動牙刷? 雖然你讀牙醫而已 也不用這麼關心我們的牙齒 不過我想問你 其實電動牙刷是否真的比普通牙刷更好 其實電動牙刷 跟普通牙刷的清潔效果差不多 但是電動牙刷如果你用得對 你不會用力按壓刷頭 而且沒有用力弄傷牙齒的發狼漬 你用電動牙刷轉速快一點 其實可能清潔的效果也會好一點 也不錯, 可以每天使用 每次使用都想起方方便宜 做什麼? 比抽到廁所刷 抽中我這份, 開心得不用睡了 看看是什麼, 快點 很緊張, 我自己也不知道 什麼, 媽媽這麼漂亮 對, 是什麼? 廁所刷 是呀 又是廁所刷, 還叫打媽 對, 我有進步 是送兩個廁所刷給你, 打媽 因為怕你一隻手做事, 另一隻手很悶 不如兩隻一起刷 還有用力弄? 是呀 炭? 有 報紙? 有 先帶他 有 既然什麼都準備好了 還等什麼?快點去起爐燒烤吧 別這麼急, 起爐也說技巧 不如看看他們有什麼秘技吧 你好 你們經常燒烤, 你們常常燒烤的 你們會怎樣起爐, 炭會怎樣放 大塊的炭放在底, 然後小塊的放在上面 然後放些炭精, 圓形 三角形 十字就是這裡 一個長字這樣放的 你有沒有特別的方法 你的火燒大一點, 你會把它放進去 就用報紙吧 用報紙煮成這樣, 慢慢透過 就是把報紙也燒掉? 對… 有粉質來, 有沒有木去磨 什麼?有木去磨嗎 有木去磨嗎? 有木去, 容易燒 其實起爐這麼粗糙的功夫 當然等我來, 我是專家 看我的表演 我的家傳起爐法就是井形大法 就是先在底層放一些大塊的炭 然後再在上面放一些小塊的炭 砌成井字的一款, 沒得輸了 井字很有型 不用說, 井字很厲害嗎? 井底字, 錯了, 真的錯了 真的?錯什麼? 讓我告訴你 你把這麼大塊的炭放在底下 會令空氣很難流通 豈不是很難蓋起火嗎? 應該怎樣蓋爐 蓋爐的技巧, 真是要找它 在宵夜食方面 它是二十多年經驗的BBQ King 這個燒烤爐 把炭放在爐中間的位置 把炭撲開, 把炭蒸 把炭蒸放在炭蒸面上 橫橫橫橫, 因為炭蒸就不會懂 很細條的, 一滴滴, 叫做炭 G炭比較容易蓋起火 大牛炭很難蓋起火 師傅幫你堆蓋上炭火山, 很漂亮 炭蒸都蓋上了 下個報紙網知道做什麼 要加強火勢, 要靠它 就是… 報紙 對, 要用BBQ 人們都會加報紙進去 大火一點加… 加上它, 加上它, 蓋上它 停手 這樣錯了, 燒報紙會出煙 有煙會令炭蒸更難蓋起火 那用報紙, 用我把大葵先 不然 錯了, 這個也是錯的 你知不知道, 用大葵線的時候 要看時間、方向 不是隨便亂潑就行 其實看炭蒸熟了 也不能馬上潑 應該要等炭熟了火, 才開始潑 而潑的時候, 應該在炭面上潑 這樣才可以令炭熟火 終於建好過爐了 現在炭燒到白色, 時間剛剛好 快點燒, 快點燒東西吃 我再燒一塊牛扒 文芳, 你錯了 不用看, 知道你錯了 轉轉轉的款式 等我教你怎麼燒 其實燒肉類一定要在大火低燒 接近炭的上方就會快點熟 舉高來燒會流失水分 吃起來就像咬醬筋一樣 像你這樣燒牛扒, 一定變牛肉乾 還有, 你把一塊牛扒不斷轉來轉去 食物當然吸收不到足夠的熱力 那就有時候燒了 正確的方法是逐面燒 例如燒牛扒 先燒一邊大約四十至五十秒 然後再反轉燒, 就可以鎖住肉汁 我們什麼都錯了 看來我們一點不會燒東西吃 不對, 有東西我們將會適合 我知道, 就是叫師父幫我們燒 好 師父… 看了一集, 這麼多錯, 你做錯哪樣呢? 刷牙刷錯? 燒雞翼又差錯? 去污漬又做錯? 生活上真的有很多錯 錯當然要改了 所以大家要繼續留意下集的 《生活100錯》